哈哈哈哈 裴静大笑出声 见烈欣喜 我就奇怪 你带惠娘告状 如何想到假扮那个乞丐 当初问你还不承认 小鱼啊小鱼 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感慨完 他又摇头苦笑道 哎亏我当初一门心思的 想收你做个学徒 真是惭愧 差点闹了笑话 余叔正色道 裴叔自签了 我太太亨同你学着做账 获益匪浅 是已将你已当成半个老师了 这话裴静听着舒服 一转念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正要问贺郎中出声打岔 什么是一起一道 裴静看着赵惠同样的疑惑 乐得将余叔当日的风头 讲给他们听 他是算学出身 又是商人 对于擅算之人 本来就亲眼有加 所以当初才会招纳余叔到太亨做事 道士 那位井公子是道士吗 赵惠惊叫道 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对于地位崇高的道教中人 有种本能的敬畏 虞叔把手一摆 哪里啊 为了冲门面假扮的 他是江湖中人 侠士 井臣道人的身份 也不能泄露出去 不是他不幸赵惠夫妇和裴静 而是这事说出来 就势必要牵扯到 井臣失忆之事 不然 好好的一个道爷 如何会沦落到 要与小明同住 还差点被人害死 虞叔不想让太多的人 知道井臣失忆之事 一来 是不想让人另眼看他 二来 是不想让赵惠多操心 对于虞叔的话 赵惠是深信不疑 松了口气道 你们住在哪 我想亲自谢谢 这位井少侠 赵惠是存了个心思 觉得虞叔一个姑娘家 和男子同住不妥 尽管当中还有一个于小修 虞叔看看外边 暗下来的天色道 今天太晚了 会以你身子不便到处走动 你们先回去 留个住址 我明天带着小修过去 他是毕中就轻 没有提不让赵惠见景臣 但也没有说明天会和景臣一起过去 赵惠出来半天了 经虞叔这么一说 是觉得有些腰酸 他这一台怀得不容易 差点就没了 静静的路上又是奔波 不是贺郎中的悉心照料 身子骨早就承受不住 虽然舍不得虞叔 但也知道来日方长 只要他人平平安安的 不在乎这一会儿半会儿的 于是 裴静便喊了小二静来结账 三个人出了雅间 走到门口 裴静突然扭头问道 小鱼 今年大言事 你可又入考 虞叔差点忘了这事 惊他问才想起来 考了 裴静高兴道 哦 那就好 依你的本事 应该能在算学一科名列前吗 我等着听你的好消息 有什么需要 尽管对裴叔开口 虞叔谢过了他 将他们送上马车 目送着他们驶离 才一路欢快地小跑回了家 迫不及待地 将赵慧来京城的事 告诉了于小修 于小修下学回到家 天还早 景晨在练剑 他就开着屋门 坐在火炉边上 一边烤火 一边看着景晨练剑 并不打扰 等到他使完一套剑法 才伸手拍起巴掌 很是捧场 景晨听到这掌声 回头去看于小修 有所心动 小修 我这套剑法 教给你好吗 景晨是好意 他自从练剑以后 身体就一日强剑过一日 是知道这套剑法当中 存有奥妙 但见于小修身材瘦小 便生出了教他练剑 让他也强身健体的想法 于小修却把头一摇 我学不来 寻常少年人 谁人的心中 没有一个江湖梦 渴望习武强身 行侠仗义 可是于小修 是不寻常的少年 这孩子心里最厉害的人物 不是寄家在京城做大官的太老爷 不是武功高强的景晨道人 也不是什么传说中的义子高人 而是于书那个满嘴瞎话的小心眼 在于小修的眼里 习武的人没有比他姐聪明 聪明的人没有他姐狡猾 狡猾的人没有他姐脸皮厚 脸皮厚的人没有他姐有能耐 这么一比较 最厉害的人就是他姐 比起浪费时间在习武上 他更乐意多花些时间 在义学和算术上能掐会算 多长几个心眼 向他姐看齐 三年后也去参加大研试 孩子的崇拜固然带着点盲目 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于书身上尽管是毛病一堆 可他的本事之外 却是他人少有的 景晨不知道于小修说的是客气话 还以为他担心学不会 就道 你放心 我会仔细教你 这套剑法很好学 只有十四招 这时候 院外响起了敲门声 于小修正愁着 如何打消景晨 教他练剑的念头 一听到于书喊门 立马跑出去开门 于书一进门 就兴奋地拉着于小修原地 转了一个圈 小修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惠仪来京城了 嗯 于小修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了过来 便有些激动地探头往门外看 哪呢 在哪呢 于书把他拉进来 左手一关门 右手扯着他的胳膊 对景晨招了招手 示意他跟上 三个人进了堂屋 于书将今天下午陪静 带着赵慧来找他的事儿 告诉了于小修 见景晨一头的雾水 便同他解释 我不是和你提过吗 你失忆之前还在 一阳城的那会儿 曾经出面帮我 给一位长辈筹了药费 就是为了会仪 于小修插话道 那他们人呢 怎么没有到家里 于书说道 天太晚了 会仪有了身孕 不便到处跑 明天我们再去看他 对于赵慧怀孕一事 于小修倒是没有 于书听到时惊讶 嗯 刚好书院放假 我不用去上课 说到这里 于小修暗自嘀咕 薛瑞说要带他去骑马 可是明日 他就不用去书院了 也不见他回来 于书扭头对景晨道 你就不用去了 我未对会仪 他们讲你的情况 若是他们知道 你是个道士 一来会十分的不自在 二来会让他们胡思乱想 又该解释不清了 景晨点了点头 知道自己如今不明身份 不便与他人多来往 转头看了一眼于小修 对他说道 小修的体质不足 我那套剑法 有强身剑体之效 想交给小修 你以为如何 文言 于书迟疑道 这 嗯 你的剑法可以教人吗 景晨迷惑道 有何不可 哦 我是想说 你的剑法得穿尸门 如果有什么门规 禁止传授给他人 那你不是触犯了门规吗 理解于书的小心翼翼 竟陈反而不大在意 一套剑法而已 有何不可教 我现在什么都记不起了 即便是触犯了门规 也是无心之过 于书文言一乐 心想 他倒不是迂腐之人 便高兴地说 既然如此 你教了小修剑法 顺便也教一教我轻功吧 能像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一样 飞檐走壁 是于书年少时的一个梦想 光是想想 就觉得跃跃欲试 原本想着 等景晨恢复记忆以后提出来 看能不能外传 既然他都不在意 他当然不会放过这大好的机会 面对于书这顺杆子往上爬的家伙 景晨犹豫了一下 说道 轻功 我不会教 和剑法不一样 轻功所以仗的是内力 剑法的招式他都记得 可以一招一招地交给于小修 但是轻功内力 他也不知道从何而来 的确不知道如何交给于书 知道他不是推辞 于书失望道 啊 那就算了 你就教教小修好了 于小修看着于书答应 生怕真要每日花费时间去学武 敢忙道 姐 我不想学 景晨和于书一起看向了于小修 后者诧异地问道 为什么不想学 他以为男孩子都是喜欢学武的 怎么于小修会不想学 于小修没好意思地去看景晨 硬着头皮对于书道 嗯 每天都要上学 书院功课又多 没空学这个 景晨道 哦 不需要多少时间 你每日早起半个时辰即可 于小修低下头不应声 但态度很明显 还是不想学 于书知道这孩子脾气降 想了想 就没有强逼着他去学 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对景晨笑道 啊 他闲懒 不愿意学 你教我如何 他可是个开明的家长 习武嘛 和上学不一样 又不是必须 不学就不学了吧 他又不要求他做个文武全才 将来有本事养家糊口就行了 于小修一听于书这话 立马抬头看他 景晨并非没有眼色 于小修实在不情愿 他也就不再勉强 对于书摇了摇头说 习武 耗费体力 你眼下并无余力 专心应付考试 等过后再说 于书说道 不就是每日半个时辰吗 你放心 我应付得来 每日只用脑子 耗一耗体力也好 晚上睡觉睡得也香 景晨看他一心想学 便应了说 明日早起 我就开始教你 话音刚落 就听到旁边一声 那我也学 于书斜眼去看于小修 不知道这孩子是犯了什么毛病 刚才说不想学的是他 现在吵吵的要学也是他 于小修不好意思说 他是因为于书要学 才跟着改变了主意 变变妞妞妞的对景晨说 景大哥 你也教我好吧 好 景晨倒是不计较 于小修又改了主意 于书自认 不懂于小修的脑子里 想的是什么 伸手一拍他的后脑勺 笑骂道 哼 你这孩子 又同景晨打趣道 这下可好 你一下子收了两个徒弟 要不要我们喊你一声师父啊 景晨轻轻一笑 竟是复合地同他开起了玩笑 答应道 好 你喊吧 于书是同景晨闹着玩的 哪想过真的拜他为师 善笑着摸了摸鼻子 头一回在景晨这里 输了口舌 我去做晚饭了 丢下一句话 于书便溜去了厨房 一夜过去 于书第二天一早 就叫了于小修起床 景晨已经梳洗好了 在院中等他们 一人给了他一根 昨夜削好的木剑 从第一招剑势交起 说是一招 其实并不简单 单单一个出剑的动作 就让于书和于小修练了半个时辰 累得是满头大汗 才勉强地学到了一个空把式 好在景晨这个老师并不严厉 又讲得仔细 姐弟两个才没有在头一天就打退堂鼓 太阳一升起来 景晨便让两个人停下 今日就到这里 你们不是还要出门 不要迟了 嗯 于书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微微地气喘 但是浑身暖洋洋的 面色红润 就差洗个热水澡 就浑身舒畅了 家里倒是有他前一阵子买的一支玉筒 可惜时候不早 要赶着出门去见赵慧 没工夫慢慢烧水 姐弟俩就只能将就着 用温水洗了一把脸 小修 快回屋去 收拾一下头发 等一下我们就走 于书端着脸盆 打算把水泼到门外 走到院门口 却隐约听到门外有人说话 就是这儿吗 嗯 他们就是住在这儿户 那敲门吧 于书刚把耳朵竖起来 就听到门板那一头敲门声 他扭头对景臣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先回避 景臣会议 提着绣剑转身回了房 将屋门掩上 这么一大早的 是谁啊 于书没有急着开门 而是询问了门外 门外静了片刻 几声碎碎低语后 便有人清了清嗓子 出声道 嗯 开门 是我 于书听着这门外的女人声音 倒是有些耳熟 一时想不起是谁 狐疑地问道 你是什么人 门外闷声地应道 我是你娘 于书以为是认错了门就道 你找错门了 画壁就听到门外的人响应 陡然拔高 死丫头 连你娘都不认得了 快下满 于书的手上是一抖 差点失手摔了脸盆 这尖嗓门 还有这骂人的口气 不是崔姨娘 还能是哪个 于书赶忙将盆子放在了地上 凑到了门缝前 朝外一看 果不其然 门外站着两个人 一个高个儿的丫鬟 一个是风韵幽存的妇人 那妇人正瞪着一双信眼 一副气恼的样子 好似要把眼前的门板 瞪穿个窟窿 不正是姐弟俩的生母 翠姨娘吗 堂屋里 于小修站在于书的身后 一眨不眨眼地 盯着进屋后 就坐在桌边坐下来的妇人 翠姨娘的手里抱着一只暖炉 缓扫了这间屋子 才扭头看向了姐弟两个 视线从于书身上 直接跳过 落在了于小修的身上 脸上方才才露出了一点 为人父母的关怀 伸手道 小修 到这儿来 让娘好好的瞧瞧 于小修的脚步迟出 没有立即上前 而是伸手 悄悄地拉住了于书的衣袖 见到了生母 她不是不喜 但在欢喜之余 又觉得难受 半年前 他们被记家赶出来 娘亲未坐挽留 眼睁睁地瞧着他们走了 他们吃了很多的苦头 才来到了长安 一路上到现在 她都是被姐姐照顾 再大的事儿 姐姐都不曾丢下过她 比起生母 她着实同姐姐更亲 崔姨娘见于小修站着不动 脸上挂不住 就拉了下来 没好气得到 怎么 同你姐一样 连娘亲都不认了吗 没有 于小修闷声道 那娘亲叫你都不答应 是见到我不高兴了吗 崔姨娘满脸的不愿 恐怕这世上任何一个做娘的 看到儿子同她不亲都不会高兴了 于书知道崔姨娘是什么德行 怕她再说下去会惹于小修伤心 便打了岔 推了推于小修说 去 给娘气壶茶来 于小修低头出去了 于书才一扭头 问崔姨娘 娘 你是怎么找着我们的 其实看见 崔姨娘边上的那个丫鬟 于书就已经猜到了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儿 上回季心玄找他谈话 就是这个丫鬟来敲他家的门的 他们姐弟俩相依为命 当初被季家无情地撵走 事到如今 算来季家对他还会有何所求 无非是那六窑数了 尽管于书没有承认 但季心玄还是断定 他从清真道人那里 学得了六窑断法 于书是有想到 季心玄对六窑不会死心 却没有想到 他们会直接把崔姨娘 从一阳城弄过来 难怪那次过后 季心玄都没有再找过他 原来是由此打算 才一直没有别的动作